家人们谁懂啊 这角色也太香了吧 嘿哟 What's up 大家好 哇修哥 今天就来介绍这一只平民战神 燕灭属性的漂泊者 那这个角色呢 是非常容易就可以拿到 所有人都可以拿到 只要你把这个主线的第一张 打到完第六幕 你就可以在最后的时候 你就看到这个主角 从光属性吸取这个暗的无望者 然后就变成一个暗属性的漂泊者 然后如果你想要切换的话 你就可以到你角色这里 随时去切换 你想要光想要暗 你随时可以切换你自己想要的 那我自己是个人非常推荐这个暗属性 因为光属性真的是相差太远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角色的进攻模式 那这个角色基本上就是有一个 普通的五段攻击 然后他还没有变身之前 他是用这个普通的小刀 那重击呢也是这样 就是一个重击 然后就直接加四五段的这个普攻 再来这个共鸣技能也是普通的 好 过后你们来看下面这里 下面这里会有这个按流 一旦按流满了过后 你们就可以点击这个重击啊 去变成暗涌状态 也就是我所谓的变身 直接变身过后 这个五段攻击呢就会变成不同的这个 有连到的这个攻击啊 是非常非常的帅 当时我用到的时候就哇 怎么可以这么帅 我就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而且攻击手感非常好 连这个一技能 这个小技能 共鸣技能也会变得不同哦 反正就是所有东西都会变得稍微不同一点 然后大招的伤害也会变强 所以我们通常会利用这个暗涌技能过后 才会开启这个共鸣解放 让这个伤害变得更强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这个武器推荐环架 我自己本身是用这个牺牲了 那如果你想要用五星呢 就已经是推荐这一把千古富流 也就是这个湮灭漂泊者最推荐的五星武器 因为非常重要的是 还有增加这个暴击率 再来是他这个复制条啊 有增加这个共鸣效率提升 还有他有加这个攻击力趴数嘛 所以这个是非常符合这个烟灭漂泊者的 再加上这个五星剑是不难获取的 可以自己锁定然后用绿球去抽 再来就是你的连绝等级抵达45等过后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自选箱 到时候你也是可以换这个千古富流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推荐你们用这一把 非常适合这个烟灭漂泊者 再来如果你们想要用四星的话 四星其实他的伤害就摆在那 如果你想要对比的话 四星所有升到五阶 也才可以接近这个一阶的五星武器 所以我觉得还是用这个五星剑吧 而且这个五星剑看起来也蛮万用的 只要到后面哪个限定五星角色 用短刀的都可以用 接下来呢就到这个深海推荐 深海推荐我推荐你们拿这个 433311 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 四费四费一费一费一费也是行的 看你们个人深海情况 至于这个主神海这里我会推荐无冠者 或者是这个无望者 当然呢我会比较推荐这个无望者 因为这个无望者的战场时间比较少 所以会比较适配的这个烟灭漂泊者 当然呢你就要看你刷的那一只主持条 跟副持条会比较好 双爆优先 这个主持条一定要拿这个爆击率 哪个高就打哪只 好接下来三费这里我会介绍你们拿这个 烟灭属性价程啊 千万不要拿错拿错就非常尴尬了 刚刚那个是光属性这个才是暗属性的 所以拿错的话升错了就不好了 又要重新升过 剩下的一费呢不用想了 就是拿这个攻击力吧 无脑拿这个攻击力 不管是百分比还是攻击力数值都可以 接下来到这个暗主的技能升级啊 我这里会推荐你们都平均的升一升吧 因为这个暗主呢不管是普攻呢 还是这个共鸣技能呢 还是这个共鸣解放啊 他伤害都非常的平均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你全部都升上去 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他大部分都会用到 那如果你非要问我一定要练哪里一个仙呢 我会介绍你们练这个共鸣回路啊 因为这个共鸣回路升上去过后 会有这个暗涌状态时 湮灭伤害加成20%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暗主呢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暗涌状态下输出的啊 所以有了这个加成会非常的好 他就会让我们整体的伤害提升啊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要升的话就先把这个升掉吧 其他的我都是觉得都平均升一升吧 升到个七八的话就很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共鸣链吧 第一个这个共鸣链就是共鸣技能伤害加成30% 这个我是觉得还好 第二个就是释放这个灭婴就是进入暗涌状态的时候 会重置你的一技能的时间冷却 也就是更好的存这个大招的能量啊 所以这一招还是算不错的 第三个就是进入暗涌状态的时候 第五段普攻会恢复自己10%的生命值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没什么用啦 再来就是第四个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全明朝唯一减抗技能 可以减对方10%的这个湮灭抗性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管到最后换成复西去打攻 还是现在打主西楼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就是暗涌状态的普攻 第五段会有伤害加成 就是50% 这一招还行还行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打到第五段嘛 如果有打到的话 就当然是有加成就最好啦 最后一个六链 就是你处于暗涌状态的时候 会提升25%的这个暴击率 我是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好用啦 因为我个人是蛮喜欢暴击率高高的 反正以目前进度来讲 我们只可以升到这个二链啦 到时候如果你们可以升到六链的话 就把它升出来吧 绝对不会亏啦 反正大家都可以拥有这个六链嘛 所以我才非常推荐这个角色啊 下一个我们来聊聊我的配对思路吧 配对思路方面呢 我现在本身是带着这个暗的漂泊者 加上这个维里奈 再加上这个闪滑 那这个复旗方面呢 你们就单紧的闪滑选一次吧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闪滑的 所以我会选这个闪滑 因为单紧的这个操作难度会比较难 那至于他们的这个深海方面呢 我共同的会推荐这一套 就是这个青云出月啊 这个青云出月啊 就是在你用这个延周 换出你的暗主的时候 会为暗主提供22.5%的这个伤害提升 所以我是觉得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非常的通用啊 不管是到以后你用什么负息都好 用这一套深海 基本上都可以达得很好 好 至于接下来这个奶妈方面呢 一就是维里奈 二就是白纸啦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是拿这个维里奈 因为维里奈是唯一真神啊 不管放在什么配对里面 它都会显示的特别的强 那这个辅助的深海方面呢 我会建议你们拿这个影视回光 因为这个影视回光 当你为队友治疗的时候 你为他们提供这个15%的伤害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再加上这个维里奈的共鸣回路上面呢 当你使用这个重击啊 或者是空中攻击啊 或者是共鸣解放的时候 会为队友增加这个20%的伤害 持续20秒 所以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强 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 讲完配对思路 我们就来讲讲我的操作手法吧 这样你们会比较容易明白 好 一般上如果我们的暗主还没有浓出 我们的暗勇还有这个共鸣解放的话 我们就开局先进场的把它浓出来 浓好了过后我们就先换出维里奈 然后把所有招数都开掉 一技能大招跟这个深海都开掉 这样所有buff都会叠出来了 然后过后我们就炎咒的换出这个闪花出来 闪花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所有技能开掉 最后开出这个大招 然后看到右上角这个炎咒技能好了 就把这个暗主换出来 暗主换出来第一件事就是 按这个暗勇技能 然后就一连套的打这个爆发吧 因为这个buff已经全部叠在这个暗主身上了 当我们的暗勇要结束的时候呢 就开这个共鸣解放 基本上我们一波buff就这样打完啦 然后剩下就斩这个暗勇跟这个共鸣解放还有炎咒 再打一套爆发吧 基本上就是一直这样循环啦 就会非常的顺畅 加上你的暗主能吃上所有的buff 那可能你们看到这个伤害一波打出来没有很高 我就先跟你们解释一下吧 其实是因为啊 我这个伤害啊 武器啊 等级啊 所有的都不是很高 我是随便硬抽出来 直接的用来跟你们讲一下这个 我的配对失落跟配对打法 所以伤害不会到很高 如果真正培养起来的话 会变得更强更强 好 基本上这个烟灭属性暗主就到这里啦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投资 是一个平民神角 可能你会听到网上有人说 之后会出更强的主题 到时候这个烟灭属性的暗主就没有地位了 那当然是啊 如果你要做最强队伍的话 他一定不是最强队伍 当然你们要懂 如果你们去打深渊的话 到时候是会有这个三队的 至少要带 那如果你这个暗主可以稍微的称单 在其中一队的话 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他是目前一个能追上这个限定武器的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厉害的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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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